AB的1100是关于枪的 说购买步枪和猎枪的最低年龄 提高到21岁 他原来的这个年龄是大概是多少 原来意思 原来这个对手枪是21岁 但是对步枪反而是18岁 说这个案子 我以前曾经在另外一番讲过的事 我觉得是很荒唐 这个非常非常好 这个21岁是 因为步枪可能造成的伤害更大 对 没错 我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是一开始说18岁 这个手枪是21岁 说现在都是提到21岁 这个非常好 这个我想就说到这个枪的话题 我想这个请问一下陈律师 您对这个年轻人吃枪是什么样的看法 不要吃 我觉得玩枪 这东西 就说有时你说玩枪并不是为了造成什么伤害 当然说玩枪你可能是在某个时候你会有自卫的要求 但是等您成了雇主 从了这个房主人 有时候你家里面有个武器 确实是有些保护作用 但是年轻的时候 毕竟是容易犯错误的时候 容易情绪波动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时你自己都不知道 一下冲动 对 一下冲动起来 所以说造成这个终身的大悔 而且给别人造成了 这个永远难忘的痛苦 所以我的个人觉得是越迟越好 越迟越好 最好就是成年 然后大一点 有些社会经验之后再开始 当然就是现在 但是我不可避免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治安 确实是也是让我们就是非常的担忧 感觉就是好像犯罪率一直在升高 然后感觉就是家里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枪来防范 自己心里不踏实 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都是成年人来做比较好 年轻人就先不要 我谢谢大家 我酒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